这些这个议员 还有甚至包括有两位 美国方面的军官 他们来到这边 那是不是真的就是要来谈 这个案子的 那为什么现在看到的是 美国官方也是格外的低调 我听说都是共和党的啦 那这个共和党提的案 即使通过它也是授权给行政部门 那我听说拜登政府 不太甩这个案子 反正你就提嘛 我执政我就不启动啊 因为它基本上是要台湾提出相对 就是说你要提出一定的 一个军购的一个计划 然后我才融资你20亿这样 它是融资然后连续10年 那另外一个是武装台湾法 那那个就是跨党派的 那那个就是直接给台湾30亿 那它是从会计年度 就是每年啊 那它只能够算今年啊 所以只有一年啊 它就是未来这一年啊 那美国可以援助台湾30亿美元买武器这样 所以事实上我们台湾也不缺这个钱啊 我们台湾事实上谁变一项大概就超过20亿了啦 比如说F16V啊 M1A2T战车啦 很多啦 很多都一项就大概就超过了啦 所以我觉得它主要还是一个表态啦 我就说这个美国不分党派啊 都非常担忧台湾的军购不足啊 所以就是要听懂这个讯息 要read my lips 要听懂我的讯息啊 你们这样不够啦 虽然说 虽然说明年军事投资就有八千多亿 那加上一些有的没的可能上兆 可是因为你过去荒废太久了 所以坦白说我们军购的项目 还很多都在排队 而且因为美国以前 它对那个防御性的武器 鉴定比较严啦 所以以前有很多是没有卖台湾的 那现在突然之间好像要放松了 所以现在就变成有一堆东西 对 台湾都还没买 我随便举例啦 比如说空中加油机就还没卖 空中加油机绝对是攻击性的 是 就是你可以让你航程变远啦 对不对 那F35呢 我是随便讲 所以突然之间就会增大了很大的空间 而且我的感觉啦 我的感觉是美国 逐渐军方有一些想法啦 就是要刺激中国大陆动手 因为他觉得时间对他不太有利 什么那他们是想要什么时候 他就不断的 越快越好 是这个意思吗 我跟你讲啊 那个胡锡进啊 今天讲话也很可笑啦 就是 人家说这个又彩线了 胡锡进说 没有啦 他们是插边啊 没有彩线啦 那你这个也是在自我解释嘛 所以当然人家就会开始讲 就是美国就不断给你彩线啦 比如说 从一中开始嘛 他就不断的彩线嘛 那我们也看到互不隶属出来了嘛 对美军在台湾也出来了嘛 对 然后国会有两批人各提了 台湾的威责法跟武装台湾法 然后军机又 行政专机又 就又来了嘛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 中国大陆今天是 国防部发言人出来 来指责这个事情 昨天晚上 昨天啊 就讲了 所以 我认为美国这些动作会不断 因为他认为 两岸冲突越早发生 对他越有利 好 所以 到底要怎么去解读 时间 对美国如果不利的话 所以他就一直施压吗 一直来逼你吗 那你看现在 不要说是国务院要低调 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 事实上也有被问到这个 然后就被问说 为什么这些议员是搭的是 美国的军机啊 然后就说 这个是访问团 这个是惯例 符合美国在台湾关系法的义务 那老师我们发现 其实他们都是 特别会针对 所谓的台湾关系法 都把它搬出来讲 总而言之呢 也是符合一中啊 也是符合台湾关系法 我们做的都没有错啊 保护台湾也是应该的啊 可是呢 却好像看到 步步在进逼 然后是加大加深 甚至是加快 这样的动作 这次很特别 这次AIT很低调 因为不同党 对 就是AIT特别的低调 另外一个部门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当大家问到 说有关AIT 就是他们来 是哪些人 他们要干什么 AIT说你自己去问他们 那问题就是 你自己去问他们 那他们怎么去被问到 那他们要被问到 那就他们必须要 透过AIT 要不就是透过 台湾的这个外交部 接待的人 来帮他这个组织 就是说外媒记者 或是本台湾的记者 然后去访问他们嘛 但是也都不敢 那换言之也就是 台湾的外交部 本身也承受到 这个被告诫 那被谁告诫 被谁告诫要低调 再低调 美国AIT吗 那就是美国也告诉你说 这个我们行政部门 有意见 那也就是美国的台湾 拜登政府有意见 拜登政府跟他们 他要切断关系 要划清楚界限 也就是说他们是他们 我们是我们 他们国会议员的 这个国防外交的委员会 委员要求军方提供给他 一个这个行政专机 那我们不得不提供 因为他们掌控预算 而且我们现在在 参议院里面是五比五 五十五比五十 我们没有占优势 所以这个国防委员会的委员 要求海军提供 那我们就提供 而且那不是作战用的 也不是运输用的 也就是说 不是运输武装人员 因为运输武装人员的 运输机跟行政专机 里面的隔间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行政专机 就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民航机 或是有点像私人的飞机 例如说 它可能会有个办公桌 然后两排的椅子 然后会有一些长排的椅子 大家比较轻松休息的沙发 那这种是属于高阶的行政专机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它不是要运武装人员的 武装人员一定要把通道都弄干净 要让武装人员容易 意上意下 因为它还要携带装备 所以它不是那种运武装人员作战的运输机 也不是这个战斗机 所以它是行政专机 那这样的行政专机 没有武装性 也没有自我防卫性 随时可以被打下来 这样的一个情形像 对于美国的军方来说 他们要求申请我们就给了嘛 那这些共和党的议员来到台湾来 那你问什么他们都不跟你接触啊 那就代表台湾的行政部门 也不帮他们安排 然后AIT也不帮他们安排 那重点就在他们只是来台湾就走 那所以有可能的一个情况 是在野党就是共和党 看到习近平要跟拜登已经要通话了 准备要私讯了 我觉得他们在缴获 就有点像以前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民进党一定要缴获一下 或是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但是现在国民党比较弱了 国民党没有这个能耐 但是以前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民进党就有这个能耐去缴获一下 那但是你就可以看到 事实上是在野党 在给这个执政党出难题 我个人的推断是这样 可是以大陆的态度来说 我才不管你什么党不党 就是你来了我就要表达意见 所以昨天第一时间 你速度很快 由军方就直接发表意见了 可是同时 这个解放军 他们马上组织解放军的 歼16 还有就几架 这个空中疫警机 就进来了 所以昨天也在西南方就进来了 那这代表什么 代表第一个 大陆的军方的 情报的掌握能力 比以前强很多 所以他们掌握到 这个美国的 这个行政专机 从菲律宾要飞进台湾 第二个 他们的军人 就是解放军的军人 是随时在准备打仗的 所以他们立刻进行 这个编队飞行 各位你想想看 四架 歼16 还有空中疫警机 你要直接上来 这个你飞行要有飞行计划的 要有任务讲解 所以每个人要接受要承受任务 然后要有飞行计划飞上来 这么短的时间内组织完 就直接飞进来了 这个就马上就给你压力 那如果美国假设 他的态度再强悍 你就不能排除 可能再过几天 大陆的解放军的 更多的战斗机群 直接飞过台海中线 的可能性都存在 那一旦飞过台海中线的可能性 一旦假设了 它发生了 你台湾或是美国 你怎么去应对 怎么去处理 可是同时间 双方的外交单位都证实 这个工作小组已经在谈 有关于会面的 就视讯会议的事情 甚至已经不排除下个礼拜 所以它的时间压缩得越来越紧 也就是说这一次的干扰 没有达到效果 美国的行政部门跟大陆的 他们彼此之间 还是朝原定的计划在走 那就这个也可能是放出另外一个讯息 就是说中美之间可能大方向 谈的已经快要摆定了 有可能快要摆定了 因为隐性一直在拆嘛 所以我觉得相当有可能一些 比较原则性的东西 可能会在这一次会谈出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